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恶报应真实存在 谁也逃不过因果 一起来听 古话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但是在现代许多人的观念里 却对此不以为然 因为他们看到了某些作恶的人 没有得到及时惩罚 一些行善的人 也没有马上得到好处 其实 这只是片面地看到了个别的特例 不符合整体的世界观 古话还说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并且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善有善报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一 从概率学来讲 善事做得越多 好报的几率越大 越善良的人 越喜欢帮助别人 在你对别人提供帮助的过程中 逐渐积累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获得了很多好人缘 许多人都会欠下你的人情 在我们中国 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里面 人情是最难还的 也是人与人之间最紧密的有效关系 当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 受过你恩惠 欠下你人情的人越多 你得到帮助的概率就会越大 就好比你种树的时候 种下的果树越多 未来收获的果实也就越丰厚 就算有的种子颗粒无收 但由于你的量很大 你得到回报的概率也会很高 二 从环境学来讲 越善良周围聚集的人越好 从而会形成良好的人际圈 俗话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周围聚集的人群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厂 你散发出什么样的能量 就会吸引来什么样的人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就会散发出善良的能量 吸引来同样善良的人 你们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圈 你在这个圈子中 和其他的人一起共生同长 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 只会生长得越来越茂盛 越来越粗壮 将来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三 研究课题显示 善良的人更能长寿 美国的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合作研究了 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人的死亡率这样一个课题 进行了长达九年的研究 结果显示 乐于助人 善良待人的人 比心怀恶意 心胸狭窄的人 死亡率要低出 1.5至2倍 并且这个数据 在不同种族 不同阶层和不同的人群中 都是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最终科学家公布了研究成果 行善能延长人的寿命 其实 宇宙运行的法则是公平的 万事万物都在规律中运行 善就是遵循规律 顺应大事 长期行善 自然就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而恶则是有违宇宙特性 违背规律 因此必定会败亡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而已 善恶到头终有报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这是古老的智慧 并非迷信 天上人间 自有其规律 美国科学家发现 因果报应的重大秘密 据媒体报道 英美两所大学 加德夫大学与德州大学的 联合研究显示 恶有恶报 有科学根据 同期发现 少年罪犯的身体 虽然常比起同年龄的 手法少年强壮 但当他们步入中年之后 健康状况就急速下降 住院和残障的风险 比正常人高出好多倍 这比较好理解 很可能跟犯人的不良生活习惯 与心理状态有关系 科学家在神经化学领域的研究中 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当人心怀善念 积极思考时 人体内会分泌出 令细胞健康的神经传导物质 免疫细胞也变得活跃 人就不容易生病 正念长存 人的免疫系统就强健 而当心存恶意 负面思考时 走的是相反的神经系统 即负向系统被激发启动 而正向系统被抑制住 身体机能的良性回圈 会被破坏 所以 善良正直的人 往往更加健康长寿 无神论者往往都会说 这只是心理意识的暗示作用 道德都是人自己制定的 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 善恶也没有固定的标准 好人坏人也都是人自己定义的 如果一个人不在这种 人为的道德熏陶下长大 就不会产生这种 影响人体健康的 负罪感了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发现 善恶有着不同的能量频率 有着不同的物质特性 刚刚出生不久 没有经过观念教化的婴儿 都有着善良的本性 当人要说谎欺骗时 无论情绪如何稳定 但生理状态都会出现 不由自主的变化 且都能被精密的测谎仪监测到 人的机体似乎遵循着某种客观特性在运转 不以人的思想状态为改变 21世纪之初轰动全世界的水结晶形状研究显示 万物有灵 天地有特性存在 善恶在自然中似乎有着客观的标准 不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虚幻概念 当水接触到慈悲 博爱 幸福 鼓励这些良性资讯 或者是在美妙的音乐场中时 水结晶会呈现出绚丽 美妙而牢固的形态构造 而如果当水接触到负面的资讯时 水结晶的构造会变异 扭曲 甚至根本涣散 无法成型 水是生命之源 人体内70%以上的物质都是水 当人处于不同的状态时 其身体机能也都会发生类似的变化 20世纪末彭博兴起的冰死体验 与催眠回溯前世研究 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讯息 生命轮回 另外空间 因缘果报 甚至天堂地狱 原来都是存在的 人做了坏事 对谁不好 如果这辈子没能现世现报 那很可能就延续到下一辈子来偿还 直到业力偿还掉为止 甚至这个人投胎转生后扮演的角色 也与前世的业力积累 有直接关系 这正像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说的那样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什么都报 这不是虚幻的说教 历史上 现实中的真实势力比比皆是 与今天的科学实证相互映照 为什么人做了坏时候要遭到报应 在这物质世界的表现背后 是不是有着人们看不见的造化之手 在安排着这一切 古人云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善恶若无报 乾坤必有私 宇宙运行的法则是公平的 那是稳定平衡一切物质运转的保证 让善者得好报 让坏人或恶报 但为什么做了坏事的人 要承受灾祸磨难的果报 为什么让好人得好 而不是让坏人得好呢 这是否揭示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在物质世界的背后 有其固有规律 或约运行特性存在 而善恰恰与这特质相契合 固得长久 而恶中一有为宇宙特性 根本道法而易于败亡 正像老子所说的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现代的实证科学很讲究依据 当有了大量的科学依据时 人们才会承认和认识某种事物 所以 这时很多久远时期留下的传统 因为科学探索手段的局限 而一再在人类受到排挤和意义 善恶有报就是其中一例 尽管千百年来 善恶有报一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 在民间广为流传 即使很多的书籍 比如 《吉福消灾之道》 《阴化录》等 记载了大量详实的实例 可以证明 善恶有报的真实性 但中间的过程如何运作 却难以使人们接受和理解 毕竟 谁也看不见过程的转化关系 只能单纯地看到报应的结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